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HK 我們之前就拍過《符文工廠 5》給大家看 較早前《符文工廠 4》的重製版都推出過 現在終於輪到《符文工廠 3》 現在大家看到就是Switch版本的遊戲開場 本身有主題曲,但可惜過不了版權 不要緊,我給連結在影片內容上,大家有興趣去觀望聽 我相信這個系列的粉絲一定是等了很久,期望了很久 現在終於在Switch上推出《符文工廠 3》豪華版 我想很多觀眾都清楚《符文工廠 3》和《符文工廠 3》的分別 都說出來,萬一真的有人不知道的話都可以了解一下 《符文工廠 3》推出之後都大受歡迎 接著在《符文工廠 3》的10周年 決定推出一款融合了《符文工廠 3》玩法 再加上ARPG戰鬥系統的遊戲 當時就叫做《符文工廠 3》新《符文工廠 3》 結果推出之後大受歡迎 因為本身《符文工廠 3》已經有很多粉絲 再加上當年王道的RPG玩法 所以很多粉絲都眼前一亮 結果之後就以一個正式的系列《符文工廠 3》這個名字 推出了續作第二集 而去到第三代因為吸收了過往第一、第二代經驗 無論在遊戲的時數上,劇情的,人物故事的刻畫 再加上戰鬥的爽快感覺 簡直令《符文工廠 3》和《符文工廠 3》留下深刻印象 所以一直都被稱為這個系列的神作之一 所以這次的重製版絕對是值得大家期待 好,我就立刻開始玩玩這隻《符文工廠 3》《符文工廠 3》 又去看一看給大家看看 其實現在玩不到,因為要在本篇故事裡面 結婚後就可以選擇你攻略了的女哥 她之後的新聞故事 這次試玩影片也是玩一個故事模式給大家看 你看畫面多感動 是全新的3D模組 晚上這個小女孩看到這個魔物竟然不害怕 非常好心,看到她受重傷 冒著大雨 都要帶回她入家治療 回到入家之後,老爺爺看到 反而她好像有點驚咬 始終老人家會比較小心 沒錯,很生氣 竟然帶著魔物回家 同樣這位女孩 絕對不會不管受傷的生物 無論她是人類,魔物也好 但是老爺爺不是這樣想 非常好心,絕對不會袖手旁觀 這位老爺爺就是個爺爺 不要生氣,爺爺 孫女,這麼好心,都是一件好事 看來爆炸好 不過就這樣看,魔物其實是挺可愛的 但是搖身一邊 變成一個少年 其實這個魔物就是今集的主角 很難看 出來之後看到另一個女孩 紅色長髮,沉默寡然的女孩 很冷漠,很酷 昨晚救了我們的女孩 早晨 兩個性格很不同的女孩子 但是這個很酷的女孩 對著任何人都不說話 真的認不到我們 就是你昨天救過魔物 謝謝你幫我包紮 全身都傷了,你包到全身都是崩帶 連那裡都包得緊,就是我的膝蓋 跟傳統一樣,其實這遊戲的主角是失了益 這一點其實跟牧場墨魚都有個分野 主角的設定 不過看來我們好像沒有太多擔心 還笑眉眉 說真的 其實一睜眼這麼多女孩包圍自己都算幸福 就算失益都 似乎就是叫這個沉默寡然的女孩看著我們 好,雖然失在益 但是都記得自己的名字,你們可以在這裡改名 我就試玩影片就用 密斯原設定的名字 去到這裡有點不同 因為NDS版本就是跟機器的日期設定 你那個生日 現在Switch版本就可以自行選擇日期 沒有一個特定月份,就是這樣選擇春夏秋冬和日子 我什麼都忘記了,只記得名字和生日日期 聽一下女主角的笑聲 帶我們去大樹之家 麻煩你了,小多 其實主角也算是很幸運 遇上女主角,如果遇上她爺爺就危險 因為爺爺不想救魔物 好了 就交給我們另外一個女孩 她願不跟我們說多些話 看來不行 要跟著她走 這條樓梯很長 西亞廉屍之樹 旁邊紅色油通很搶眼 其實這棵樹很大 急不及待 進到樹裡面是一個很闊落的環境 還可以居住 很完善的裝修 說起裝修設計,最近我很有心得 說多一點話聊天也行 說不定我們失憶,告訴我們這裡究竟是什麼地方 她只是做被委託的事,做多一點也不需要 看來這個女孩跑來 好,由你照顧我們 這個很神奇的家 在家 在大樹裡面 真正的樹屋 我們就是住在這裡 超闊落下正 只能聽我打關斗打十幾二十個都可以 看我們的男主角,即是主角光環到什麼地步 雖然失憶,但是有這麼漂亮的女孩照顧我們之餘 還可以做業主,上到車 上到車都不得止,不用攻 都別無選擇,沒有地方去 免為其難 住在這裡 如果現實世界是這樣,我就會反應 應該很相信命運 命運驅使我們,失了億都來到這個陣 或者是被花香吸引倒都還沒頂 好感動 好勵志的故事 爺爺都可以 其實爺爺是對魔物有戒心 但是我們是人類就很友善 還要在這裡的陣上來 終於知道一個女孩叫做希亞 昨天寡言那個就是Dolla 這裡就是西亞廉斯陣 多多指教 希望之後可以聊天 打開你的心扉 接下來就會講解一下這裡的設備,即是一些教學 或者我展示一些教學給大家看 其他詳細教學大家玩的時候就可以多留意 可以多一點 收納箱 放武器、護具、收集品、籠具、回復瓶、毛刷、剪刀、放大鏡等等 像個雪櫃一樣 沒錯,冰箱 可以買蔬菜、水果、魚、花、種子、藥和料理 這邊的餘歷重要,因為要看看 哪段時間有活動 甚至要知道大家的生日,我們要送東西給他 沒錯,教學也有說 熟人的生日會記載 希亞就是春天的11號 日機就是清潔的地方 這個重製版本清潔的難度比以往多很多 旁邊的床當然可以睡覺 因為以前MDS版本是有兩個螢幕 現在我們按ZL就可以放大地圖來看 現在我們先去樓梯 別有洞 現在就介紹木場物要玩法 可以在這裡奸作 有很多不同的蔬菜 這裡是鎮裡面僅有的田地 作物只會在這個大樹底下生長 它說有點亂 我們是幫忙收拾,當作租金 不錯,很樂意 因為牧場物語的玩法是很捨意 在這裡種田 有東西送給我們 就是懶的床頭和一個懶的花灑給我淋水 可以奸作了 但是有東西 有一個魔物來了 這個人 阻礙著我跟那個女主角聊天 我們叫那個女主角退後 一個人面對它 我們手上這麼大的武器 這麼大的床頭 好 現在我們按B就可以揮動床頭打入侵我們的魔物 這樣會不會讓它們回去最初森林 試試 其實床頭攻擊 不是那麼好 不過現在我們 硬著頭皮都要 坐它 坐 坐 旺德 成功 上次你救了我,這次我救回你 因為我們的武器其實是有一種魔法 攻擊完的魔物是會回到最初森林 又來了兩隻 是不是想回到最初森林 OK 一打二 然後有位男生來了 要我們用這個 我們可以選擇武器 終於不是坐頭 好,那我就選擇一個單手劍 這個是最容易上手的武器 大家看看就知道 你剛才知道床頭一定好很多 哇,現在飛過來 摺不到就死了 打掉立即爽快很多 一打二都不怕 適合 完美 沒有吸血 好,不然我用了床頭 幸好你來到 不然我用了床頭 又重 最重要是不有型 又認識位NPC 假機 很高興認識你 我是一個失憶的男生 首先要清理好這個農地 我們要拔掉雜草 可以放在箱裡出貨 就可以賺錢 接著就教我們上肚子 這麼親密 原來我們已經給了這些藥草種子 按B就是播種 我們要去水源的地方 我們要去水源的地方 裝滿水 他什麼都贊我們 淋少許水 不是很高技巧 普通東西 我們要去水源的地方 留意我們除了HP 還有一個RP 計量表 就說用床頭或者 花灑淋水的時候 RP就會減少 這些就叫做符文點數 就是寄宿在身體裡面大地之靈 RP沒有了就會扣HP 歸零我們就習慣了 所以要留意自己的體力 由我們的牧場走下面 走到這裡 這條樓梯 認識到我剛才走上去 這兩個洞就可以走到牧場 接著我們現在先去花店 這裡 在這裡 教完我們玩木場玩法之後 現在又要出到陣 應該就是教我們跟NPC互動 去到他的店舖 希亞的花店 就是救了我們那個地方 還有特別的種子賣 除了花之外 突然 他是不是假裝魔物 爺爺 摩尼卡其實 其實他是 很懂得跟墨西人溝通 所以就起鋼 拉他上去 要小心被咬 接著就可以試一下接任務 這些鎮民的委託 第一個任務當然是希亞給我們 攻擊我們搬了一個新家 究竟有什麼要我們做 接了 哈囉哈囉 聽死人有什麼要做 剛剛來到這裡的話就需要我們去拜訪所有人家 要我們在這個陣道周圍走 去不同的店舖 還有一個藝術家 達麗亞 要去到普麗貝拉森林 千萬不要漏掉他 首先我按過地圖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陣道有很多店舖 也有很多人 首先跟爺爺聊天 為之 他是在這裡的鎮長 德高望重 我們最好開著大地圖 因為我們是需要跟所有人 聊一次才可以做到這個委託 每間店舖都可以特殊劇情 還有很多人都很有趣 關門? 什麼事? 這麼早不做生意? 什麼事? 原來是偷懶 還是有什麼苦衝? 我建議大家其實都要細心看看劇情 因為現在有中文版 可以更加了解他們背後的故事 每一個NPC 人物設定都可以做得很好 每個人都很有特色 都算是優點 不要生氣 小朋友就是這樣 每個人都會透懶我都會 人至常情 沒錯我住在大屋 他慢慢就把解說的任務交給女兒 卡林 又要看部又要解說 最多我遲些送多些禮物給你 我們要把採集到的物品 扔去出貨箱 他就會收走 他說不想要太多東西 但我們會很努力 大約在下午5時收回的東西 自然就會多了錢 每天收一次 因為我們剛才是種完東西 放了東西進箱裡 5時就會有錢收 好,我們除了可以進去聊天之外 我們還需要真的每個人和女兒 對話一次才可以完成這個委託 神這麼早說想睡覺? 終於問我們叫什麼名字 看來是賭米 因為不想做事叫我們不要過來 非常搞笑 和NPC聊天後就會 認識他們 我們再在列表上多了他們的名字 先去旁邊的店 就是武器店 沉默寡言的Dora都在 首先要感謝他 不然 剛才的場仗也沒那麼容易KO 這武器應該 是另一位人流行做的 一會兒我都會買武器 不過時機還沒到 待會兒 非常酷 我都說待會兒買 他沒有光顧很不開心 加基就在製造武器 在旁邊斷造 都想到我來買東西 抱歉,我已經運氣了 已經出汗了 但是他很不錯 非常喜歡打鐵 好,繼續聊天 先認識一下家機 是一個年輕的老闆 賣東西就交給打工那個人 就是Dora OK,就是這位小姐 大家就不說話 直接叫Dora不用加小姐 非常冷漠 不過大家其實如果玩下去 還會更加了解所有NPC背後的故事 就會明白Dora小姐為何沉默寡言 這種性格其實當年也受到很多玩家喜歡 頗受歡迎 你看看Dora本身介紹就是不太想與他人有所牽連的女孩子 但是其實心地裡很關心大家 老闆 留意他說話有一個紅色字 他說我們不是初切見面 原來之前見過我們 敦茶構思 很乖乖 要說我們現在不算是互相認識 說話完全是相反的 紅色字其實是反話 非常好笑 所以剛才我們是誤會了他說話 還有看看他 有很多珠寶 還有一些東西難吃 但是我們去一下他的店舖 我就不展示了所有店舖的對白 今集未必展示太多 簡單來展示 其實他是這間大店舖的老闆 又說難吃 很難服侍 不過知道他的性格之後 就是說好吃 很難吃 不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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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吃到一碗 整個飯糰 OK 紅色字 都是紅色字 難吃就不會吃到這麼大的肚腩 瘋狂再吃 謝謝 這位艾莉莎小姐的衣服是有點洞 應該是時裝 也看到左邊 左上角有些衣服 我想大家都猜到這裡是時裝店 再來一個可愛女孩 他也是 說話是相反的 兩父女都是這樣說話 只要紅色字就相反 就明白他的意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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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來的話,可不可以馬上攔截他聊天 這兩條女孩總是說反話 好,接著我就想帶大家去這間店舖 我要放到最大的地圖 這個位置 馬上來歡迎我們 妹老闆 還要問我們是否要洗澡 臉都紅了 還要扯我們去 我們好像 浴距環形 感覺到我們非常困擾 感覺到我們 是不是要登記了 有兩名美女 當我們貴賓 爭著招呼我們 他就說要我們去旅館住宿 一個就叫我洗澡,一個就叫我睡覺 做得哪一件 觀眾你們說 不管想做哪一件 正常是洗完澡才睡覺 但是他想說我們入住了 就是確認了才慢慢下來洗澡 怎麼樣 是不是決鬥 你不好意思 來嗎 東文應該來打救我們 說真的 這間店有這兩個售貨士 其實應該是很好生意 我覺得會 這裡是旅館 刀 賣點就是美味的餐點,還有自然景觀優美的露天溫泉 所以特意帶大家來這裡 浸泡溫泉時間是早上10點至晚上10點 還會寄一些奇怪的東西 有點生氣 剛才千丁萬粒說有一間藝術館 我先帶大家去那裡,就是這個位置 普麗貝拉森林 這裡 忘了騷擾這東西 這個是儲存點,等於在大樹家的本日記簿 另外這邊是可以戰鬥,不過我就不要這麼快打魔物 先進來 達麗亞 畫畫得好像出絕招 這樣看過,我也想欣賞你的作品 看來他相當有自信 但你記不記得江華說過一件事 雖然太有自信 好,要請一百個助手 還要請一百個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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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也沒有這麼多人 要不需要輸入外勞,搶人才那些 應該就是後面那一幅畫,很抽象 很抽象 抓我們帥哥,你是不是想幫我們畫一個人像畫 真的 但我不脫衣,先說明 他說其他畫家是小人物 即是你很厲害還是怎樣 我所有東西都會 很厲害 口頭是彩虹 要怎樣做呢 這個工作坊就是森林的人口 我已經叫我們做助手 他說要請一百個人 等等,有沒有人出錢 起碼最低工資兩倍 再次回到浴場看左下角的地圖 看到有人在裡面 左邊我不能進 不過自己可以去右邊 我們很過分 不過大家不要亂想 是有穿衣服的 算了,我們出來報道 不要讓人知道我們有這樣的癖好 稍後水洗都不清了 閃了 OK,玩了一陣子之後 其實到了晚上9點 終於聊好 現在就交差,找KR 要完成第一個委託 只是走路都能提升等級 這遊戲很爽 走路升級 行得多就會升級 逛更多就會升級 吃飯也可以 睡覺也會 升級就會有很多福利 隨意出貨 現在我們晚上9點了 隨意出貨,回到我們種東西的地方 拿著雜草,再放進去 晚上10點,睡了沒有? 還沒睡,因為我已經睡了,幸好 就是雜草 整個箱子放在我們身上 完成委託就會有回禮 所以這遊戲很忙,又要處理我們的牧場 又要做委託 待會又會有一些祭典 亦都要去打怪 第一個委託就先玩到這裡 我就繼續玩一會 之後再拍一些有趣的劇情給大家看 玩了幾天之後我就再看看委託 加基就要找人幫忙採集鐵 他說斷造材料不夠 要找些鐵回來幫忙,沒問題 應該是送個鎚子給我們 一開始的任務其實就一半教學一半就送些東西給我們 其實我是除了想做委託之外 先拿取櫃子 我還想買東西 應該要找阿多 剛剛的劍其實都夠用 不過這段影片都展示多一點東西給大家看 我就想買這一把 短劍 還要是雙手各持一把 攻擊力是上升了 因為收集鐵的地方我們是可以打怪 也是符文工廠好玩之處 因為採集鐵回來,首先我們要去地圖這個位置下去 土麗貝拉森林,難度一升,推薦一級 這個是四季如春陽光普照的森林 這裡等級是一級,適合我們去探險之餘 去採集礦石 大家可以慢慢詳細看看它的資料 譬如可以採什麼,或者去打什麼魔物 看到有魔物? 先收回地圖 裝備這個,雙手劍 帥氣,搞定 誰要做什麼 又有一個出生 可以連打兩隻 有羊毛 收起來 好像我升級了 原來這邊沒事 或者我們走這邊 很多昆蟲 看到這些好東西 還有上面有隻牛 先打個招呼,這些是A5 A5和牛 打兩隻,用一個粉膠 我們很無良,有牛奶 先看看 其實礦石是在這個位置 先用菇汁 先打一點 然後才去採集 小心這個RP 不夠 取出來 這個不是 這個就是 看到鐵字的劍柳,捧著鐵 可以走了 回去找回家基先生 我們需要捧一塊鐵 給它 完成任務 它超累 辛苦你為大家做這麼多這麼厲害的武器 同樣都有回禮 同樣都有回禮 多拉就說送個美鳥給我們 應該是它手上那一把 暈倒了 它放下窗就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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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下,不要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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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要它這麼漂亮的槌 我們就用回之前送給我們的槌 就可以了 完成委託 這個就是我們的獎勵 爛槌子 試試 之前種了的 托爾藥草已經有收成 有時候還可以撿到種子 我們再看看穴力 現在是4號 6號就有一個 哇,殺豆比賽 快點快玩到6號 問一問鎮長我們怎樣參加 他下了樓下,保得上他就下去 老人家應該很早起床,現在6點 神禁去神魂,好神 殺斗比賽就會在9點開始在廣場接受報名 這個規則很簡單 不如一邊玩一邊告訴大家 現在是6點多,廣場就在這個位置 我們都等到9點差不多了 鎮長準備走過去 我們也跟過去 神任祖準時報名 規則很簡單,我們其實是假裝一隻鬼 鎮民就會丟斗,我們要摺斗,可以摺到斗有分數 綠色斗有分數,茶色斗是再多點分數 不過有些叫做失敗作,碰到就歸零了,小心點 好,開始 我們在低一點就會比較好處,容易摺到斗 還有要小心不要歸零 失敗作 好大份的,好容易中的 低一點 哎呀,避過了 對手都很厲害,所以 真的要摺多一點,否則贏不了 避過了 好密 什麼聲音 聽多少分 其實我留意不到右上角的分數 會不會是 哇,我們有6792 第一次參加 哇,亞軍 差一點點,我們剛剛贏得到 6464的E.O 另外貴軍有4744分 冠軍的禮物是 首先吃個包 很多個 吃一吃 喝了熱牛奶的食譜 贏得漂亮,讚我們 這個 整堆洋蔥種子,可以拿回去種 今集試玩就玩到這裡,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這遊戲的有趣地方 這邊看是下去種植物 這邊看還沒落過,我放進去給大家看看 這裡其實就是 都是等它介紹 希亞立即過來 大樹之家的掌杯房 那邊就是神秘世界的入口 可以去冒險的,但當然現在我們 按下就不能進去 這次這款Switch的重製版本 是再新增了一個難度 以往只有兩個難度 我按給大家看 這棵樹 現在是普通模式 還有一個困難 再加上還有一個新的地獄 是更難的 我們可以在這裡收集獎杯 好像剛才這樣,這個殺豆比賽的獎杯 符文工廠的粉絲我相信應該都很滿意這次的重製 終於帶到第三代推出 影片到這裡,但我都要努力繼續耕作 還有要賺錢買禮物送給女生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讚 還有分享給朋友觀看支持我們 多謝收看,謝謝,再見